先生,欢迎光临龙途国际酒店 你们好,我和上次来的目的一样,有事找你们白斗,请问这次还需要预约吗? 原来是大老板,糟了,十三老板,您就别打趣我啦,整个龙途都是您的,您当然是出入自由,不需要预约 十三老板,这边请,我带您去见白斗 十三 护士姐姐,您怎么在这儿? 我从医院辞职了,最近在找工作,正好这边有招聘岗位就过来试试 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你了,真巧,还有,你别叫我姐姐了,我今年才十九,听白斗说你比我还大,我应该叫你哥哥才对 小雅,你回去忙吧,我带十三老板去见白斗 好的,郎姐 那小子是谁? 不清楚啊大少,或许是那小丫头的男朋友吧 那无所谓,只要跟白可可没关系就行 不对啊大少,那小子好像要进白小姐的办公室 什么,我等了一个下午都没进去 他一来就想进去 走,过去看看 那小子,你给我站住 要,要,要,看什么看 说的就是你这个混蛋 你这是要进可可办公室有事要办 你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身份打扮 小爷我在这里等了一下午什么都没干 你是个什么毛线 一来就要进去把他见 这傻缺是谁啊 你能不能把舌头与直了再跟我说话 你骂谁呢小混蛋 你是不是想让我把你汪死办 十三哥,他叫叶景玉 是个十八线说唱歌手 好像是某个大户人家的大少 这半个月来,每天都会来办公室门口蹲守白董 死缠烂打的说要请白董吃饭 白董不答应就来着不走 小秘书你不要觉得自己长得好看 我在这等了一下午时间 你连屁都不放一个给我听见 这小子刚来你就放他跟可可见面 还有他刚骂我你没听见 不把我夜景玉放在眼里 是不是小丫头片 信不信我叫可可让你滚蛋 抱歉叶少爷 十三先生是我们白董的贵客 白董特地吩咐过 他来了可以直接进去 所以 放屁你个小丫头片 当我是傻二八鸡小憨憨 就他还贵客装什么大头蒜 你让可可出来认认这个小混蛋 不然我亲自进去见他一面问上一遍 我这个人不喜欢说废话 夜景玉大少是吧 我叫十三记住这名字 以后但凡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记得绕道走 因为我不喜欢你 给你一分钟 带着你的狗立刻消失 王八蛋 小子 我不管你叫什么你是谁 今天不留下点东西你别想走 你们两个愣着干什么 上 十三小心 你 你别过来 兜逼你继续说唱啊 你突然把舌头捋直了 我还有点不习惯呢 话说回来 你心夜 夜正果是你什么人 这小子是谁 怎么会认识我舅舅 难道也是这个圈子里的人吗 你到底是谁 乔归乔路归路 别自己人犯了冲不值当 自己人吗 夜大少 你误会了 我还真不是你们自己人 记住我说过的话 以后见了我记得绕道走 还有我提醒你一句 千万不要试图报复我 否则 你一定会后悔 你还准备看到什么时候 小刀哥 你一直在那吗 之前我姐说你是个高手 我还不信 但是刚刚 别乱想 而且你也不是我的对手 更何况我现在心情不是很好 你就不要找你了 我知道你不服 但我现在真没心情把你打服 这三个垃圾就交给你了 来了老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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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